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约伯纪三十四章一到二十节 以利户又说 你们俱会人要听我的话 有秩序的人要留心听我说 因为耳朵试验话语 好像上堂尝食物 我们当选择何为事 彼此知道何为善 约伯曾说 我是公义 神夺去我的礼 我虽有礼 还算为说谎言的 我虽无过 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谁向约伯和机翘如同喝水呢 他与作孽的结伴和恶人同行 他说 人以神为乐总是无益 所以你们明里的人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治行恶 全能者断不治作孽 他必按人所做的报应人 使个人照所行的得报 神必不作恶 全能者也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 安定全世界呢 他若专心为己 将灵和气收归自己 凡有血气的就必一同死亡 世人必仍归尘土 你若明里就当听我的话 留心听我言语的声音 难道恨恶公平的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的 有大能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他对君王说 你是彼露的 对贵臣说 你是邪恶的 他带王子不寻情面 也不看重富足的 过于贫穷的 因为都是他手所造 在转眼之间 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百姓被震动而去世 有权力地被夺去 非戒人手 在第一次的辩论之后 以利户要等待 这个约伯的反驳 可是约伯他选择 他没有什么反应 所以以利户就接着 继续地讲 第一节以利户又说 他要反驳 这个约伯 他希望可以导正 约伯的想法 所以在这一章里面 他特别地 是强调关于神的公义 当然约伯他其实没有否认过神的公义 只是因为他没有办法 面对现实的情况 他所经历的 跟他对神公义的认知 他完全没有办法 好像他就有个矛盾在他的里面 也就是说他是这样行义 他正直地活在神的面前 可是他却在这样的一个苦难当中 他不明白 所以他里面有这样的一个质疑跟矛盾 所以关于这样的事情 所以以利户就为着神 他就进行这样的辩护 因为约伯觉得神不公平 这是以利户他从约伯的论述当中 他就是要告诉约伯 神不是这样 所以第二节这里提到说 你们智慧人要听我的话 有知识的人也要听我说 因为耳朵试验话语 好像上堂常识 他就呼吁 除了这三个朋友在现场 可能旁边还有些旁听者 他就呼吁他们说 你们要有属灵的分辨力 你们要选择何为是何为善 就是你们要听一听 你们要听听约伯的话 你们要听听我说的 然后做一个分辨 约伯曾经说我是公义的 神夺去我的理 好像在这里以利户他误解了约伯 约伯的意思是说 他没有机会去申诉 也就是说神并没有提出任何的控诉 可是这样的惩罚就临到他 所以约伯他的自以为意 不是说他觉得他真的是绝对的公义 而是他相信他所经历的这个灾难 并不是因为他犯罪带来的结果 他也相信神一定会赦免他的罪 约伯虽然相信自己的相对公义 可是他自己也知道在神的面前 其实他什么都不是自己的 他知道他是非常软弱的 可是以利户他再一次的提到 用约伯的话来告诉约伯 你曾经说我虽然有理 还算是说谎的 我虽然无过受的伤还不能医治 好像约伯他曾经讲说 我虽然行义 可是在我为我自己辩护的时候 我仍然算为谎言 我像恶人那样受惩罚 即使我没有犯罪 所以约伯他所看见的是 所以我这样子行义 可是恶人他们随便的生活行恶 可是他们活在昌盛当中 而我们这样的行义小心的过生活 可是我竟然受苦 他不晓得他觉得他里面的 有这样的一个伤 他觉得他没有办法医治 意思是他真的觉得不明白 神的旨意是什么 所以来到第七节第八节 我们看见以利户他就指责 他就厉害的指责这个约伯 说谁像约伯 喝鸡翘如同喝水 他指责约伯 你放纵你的不敬钱 哼指责 就像一个人喝水一样 他认为一个正直无辜的人 受苦是不可能的 所以约伯你一定是个恶人 因为神不会有错 那神试炼人 约伯你一定是个罪人 那所以你的不幸 不管说这是一个惩罚或试炼 也一定是你罪有应得 而且你还说 人以神为乐 总是无益的 那这个约伯 他是引用恶人的口所说的话 事实上约伯他自己是很坚持 我们要活在正直当中 约伯从来没有否认善有善报 可是他确实说过 一人不一定总是得到福气 二人也不一定是马上受到惩罚 但是以利户有一点以偏概全 来扭曲了约伯所说的一个真实的态度 那以利户他是怎么说的呢 以利户在三十四章第十节 他就提到说 你们明里的人要听我的话 神断不至行恶 全能者断不至作孽 那他会这样讲就是因为约伯曾经说过 世界都交在恶人的手中 所以以利户觉得 约伯你这样指责神行恶 这样的话是不对的 神是公义的 神是公义的 那他在这里再次的提 但是约伯他真正要讲的是 他是提包括他自己的经历 而且他也指出他所看见很多不公平的事 可是好像看起来神都没有加以拦阻 但是为着就这个点 以利户就是在这里为神进行辩护 他认为神是公义的 神拥有绝对的主权 神不会偏袋那些有势力的 或者是那些妇人 而当神施行审判的时候 他甚至不需要经过审讯 因为神检查一切 所以十一节这里提到 神会按着人所做的来报应人 按着人所行的来行报 那也提到说神必不作恶 权能者必不偏离公平 谁派他治理地安定世界呢 说的是神有绝对的主权 他是创造的主 他是能力的来源 所以没有人给神授权 事实上十四节说 如果神收回人里头的灵 人就结束了他的生命 他在这里宣告 宣告神的主权 神有权利 好像认为在最合适的时候 让人受苦或者是不受苦 所以十六节提到说 你如果名利 你应该听我的话 你要留心听我的话 他很期待 约伯你要仔细地听 神如果不公平 他怎么能够管理全宇宙呢 神如果不公义 他怎么可以刑罚恶人呢 所以十七节他接着 他就提到说 他提到说难道恨恶公平的 可以掌权吗 那有公义有大能的 岂可定他有罪吗 意思是 神是最高的统治者 他不可能恨恶公平 喜欢不义 所以到十八节到二十节 这里一立乎再次的强调 神的权柄 他统治全地 神是公义的 而且神看人的内心 神不会以外表 来做一个决定 你不是以貌取人 他也不会根据你的社会地位 或者你的贫富贵贱 来区别你这个人如何 所有的人 你所遭受的这些审判 都是根据你的行为 所以十九节他这边特别提到 我们的神 他带王子不寻情面 他也不看重富足或者贫穷 说的就是这一切都是神所造的 所以在这里二十节 他再次的提到说 神的主权 人 这里提到说在转眼之间 或者半夜之中 他们就死亡 说的是 也许在瞬间所发生的灾难 可能是疾病 是地震 是洪水 是暴乱 或者是火灾 各样的 说的就是神的审判 神的审判 其实是会瞬间来到 而且神是检查人心 检查人行为的神 祂是掌管宇宙的神 所以在这里 祂所要强调的都是神的掌权 所以兄姐妹 当不公平不公义的事情发生 有的时候人们就会怀疑神 可是即或如此 你仍然要相信 神在一切的世上 祂掌权 祂不偏待人 虽然有的时候我们有一点不明白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们需要留意 在受苦的时候 仍然留意我们的口 那要信靠神 知道神 虽然有一些时候 我不明白 可是神你是公义的 一切都在你的掌管当中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求你借着今天的信息 帮助我们 更多的保守我们的心 我们所知道的何等有限 可是主 你让我们可以不凭外在的环境 就随意的评论 神你的作为 求助你帮助我们常常怀着怜悯的心 去关心我们周围这些受苦的朋友灵舍 将你的爱带给他们 谢谢主 奉耶稣的名字祷告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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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